2023年7月21日的下午 台湾的司法界迎来了久违的瞩目 因为全国第一起国民法官的审理案件 经过连续三天的马拉松式审理 三位职业法官与六位的国民法官共同评议 在新北地方法院做出了判决 全国第一起的国民法官审理 为台湾的司法开启了新的篇章 透过这样的制度 真的能让国民更贴近司法吗 而你对于国民法官的了解又有多少 爱因斯坦说 如果你站在不同的观察坐标 你想看到不同的观察结果 欢迎大家收看本集的观点相对论 我们将以不同的角度剖析时事新闻 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思考观点 国民法官制度在今年的元旦正式的上路 可以说是近年法律体系较大的变动之一 顾名思义 国民就是法官 根据司法院的说明 就是有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民众 与法官一起坐在法台上 共同审判的制度 虽然国民法官他没有法律的背景 但也可以将自身不同的生活经验 价值思考和法律感情带到法庭里 也期盼让司法的审判更加透明 让国民多元的事业还有经验 能够纳入审判当中 也帮助司法判决能够更加全面 至于国民法官怎么选呢 年龄、职业、身份 在户籍地的制度时间 都会成为评选国民法官 适不适任的标准 要过了四关 层层抽选 选出最适合的人 以这次的案件来说 由57名的候选国民法官 由何一婷、公诉检察官、辩护律师三方 从57名的候选人当中 选出10位国民法官 其中6位是正选 4位是备选 最后就6位国民法官 就和另外的3名职业法官 一起来负责审理的任务 我们回顾这起案件 63岁的季姓妇人 住在新北市的三重区 丈夫疑似长期酗酒家暴 季姓妇人她在去年的11月份 申请了保护令 而11月30日 却在丈夫酒醉熟睡之后 取水果刀、菜刀还有球棒 动手杀死她 季姓妇人犯案之后自首认罪 坦承受不了家暴而铸成大错 针对此案 妇人是符合了自首的减刑要件 而正点是在于是否适用秦刊敏述的规定 在经过了法官还有国民法官的共同讨论之后 被告63岁的季姓妇人遭判7年2个月有期徒刑 而这场首度有国民法官参与审判的案件 也呈现了和过往截然不同的法庭风貌 素人的国民法官可以当庭来触摸凶器 经过审判场的同意之后 也可以直接来讯问被告 检察官还有律师则是可以起身在法庭垛步 在国民法官眼前论告辩护 宛如您在Netflix上面才看得到的法庭剧 国民法官的审判 台湾司法翻开了新页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由于国民法官参与审判的案件 必须要采集中审理 目前安排的审理期间 皆是以三天为标准 这也代表所有的案件内容还有证据 都只能够在审判的期间被提出来 这对于人生第一次坐上审判席的国民法官来说 要如何在短短的三天之内 吸收简便双方所提供的证据 还有证人以及鉴定人的陈述 这对于国民法官而言都是一大考验 另外专业的司法人员如何用 尖色的法律用语 还有专业知识用白话文来转译 让国民法官能够充分的理解 这也是另一个课题 台湾的国民法官制度 其实是移植自日本的裁判员制度 在日本已经实行了十年的参审制 在2004年推动 而真正实施的时候 日本其实也花了五年左右的时间 来教育民众 准备相关的规定等等 但实行的过程中 仍然出现了许多争议的事件 以统计来说 民情可能对于许多案件的选判 有所影响 在量刑的方面 少数特定的案件当中 法官和裁判员的判决明显不同 例如裁判员在性犯罪的案件量刑 是偏重的 而且比较愿意相信犯罪人 是会悔改的 保护官查的处分增加 而除此之外 日益增加的案件量 还有省理的天数 也让日本的裁判员辞退率过半 许多学者也因此提出疑问 台湾真的准备好了吗 另外 在三位专职法官 还有六位国民法官 共同评议的制度之下 加上法官具有法律解释的专属权限 如何在法律的专业辅助 还有保持国民法官判断的独立性当中 取得平衡 防止国民法官成为背书的角色 这都是司法改革的重要考验 以目前的你 对于国民法官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下次见了 阿伯阿伯你不去跑行程在做什么 当然是报名党庆啊 民众党四岁的加你一位 让KP更完整 赶快加烂报名 8月6日下午2点半 台中国际展览馆 好事发生改变成真 好 cut 可以 一次成功 一次成功 宁立宁ミー 你在戏什么啊 喜欢你 喜欢你 订阅我们 我是鼎鼎 感谢您看到影片的最后 我们希望 和你一起见证 台湾的未来 欢迎 按是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台湾的未来 有你 有我